从不翻车的羊奶布丁教程来咯 今天教大家一个超级简单而且叔叔很爱吃的羊奶布丁 先在碗里加入差不多两勺的羊奶粉 加入开水以后搅拌均匀 再打一颗鸡蛋的蛋清 让羊奶和蛋清充分混合均匀且有一点挂勺就可以了 拿出我新买的小蒸锅 一个好的容器是羊奶布丁成功的关键 如果没有蒸锅的话可以用一个碗上面裹上保鲜膜 用小火蒸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了 看已经蒸好了 但是我觉得没有之前的那么成功 因为今天蒸的时间有一点长了 给我们家四只叔叔平分一下 我切的时候就觉得它咚咚的很Q弹 而且奶香味特别足 再来几颗小零食 今天吃这个马卡的雷乳饼 但是雷乳饼好像不够了 最后一颗叔叔来一个可送面包吧 我们家必备的小零食也没求 这个可以预防叔叔们的心血管疾病 既健康又好看又好吃 一手给来几颗 朋友送的一大罐小零食 这些零食他们都没有吃过 随机选几颗给他们尝尝 最后撒一点椰蓉装饰一下 这样既营养又健康的叔叔下午茶就做好了 先让尖角来试吃一下 还是很喜欢吃的嘛 老母亲的努力没有白费 新款的小零食也很爱吃 今天的羊奶布丁你学费了吗